一月十两子 这是由木叶偏仙分享的第二百二十九个故事 故事由佛友扎西秋错师兄分享 故事里的我指的是这位师兄 大个儿阿姨是我店里的一位铁杆顾客 常来会顾 他的命运坎坷而悲惨 阿姨家里原本是从事水产生意的 他的丈夫很早就过世了 留给他两个儿子 他含辛茹苦地把这两个儿子拉扯成人 尽管如此 这两个儿子一直没有找到稳定的工作 家里的经济拮据得很 儿子过得很紧张 也是多亏了一些亲戚的帮忙 才能支撑下去 有个事情很奇怪 就是他的这两个儿子身上的皮肤 异常粗糙 手指间总是皮肤糜烂 且发着一股腥臭味 有一天阿姨告诉我 他的两个儿子终于找到工作了 在市场帮人杀鱼 我见过他们工作的情景 他们每天的工作 就是把鱼从水里边抓起来 放在案板上 再用一只手摁住鱼的尾部 另一只手用刀使劲拍鱼头 把鱼拍得昏死过去后 迅速抛开鱼肚 把肠子拉出来 而鱼在整个过程中都还活着 就在这种剧烈的痛苦中醒来 不断挣扎 最后也在这种剧烈的痛苦中死去 有的大鱼在被切成一段段的时候 只剩下鱼头 却还活着 嘴巴一张一合 那种血腥的场面让人窒息 但鲨鱼的和买鱼的人都习以为常 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妥 我劝大哥阿姨 不要让他的孩子从事这样的工作 太过于残忍 他说等房子拆迁款下来 到时候家里就有钱了 那就不用他们去上班了 有一天 大哥阿姨来店里买东西时 他告诉我 他家分到了两套房子 还得到了一笔拆迁款 具体是多少钱 他并没有讲 但在上海这样的城市 拆迁就意味着一夜暴富 这本是喜事 但他看起来却一点都不开心 我说阿姨您发财了 怎么不是很开心呢 阿姨愁云惨淡的说 他大儿子得糖尿病住院了 脚都烂了 现在一只小腿 整个都发黑 明天要做截肢手术 我一听就暗感大事不妙 这是糖尿病典型的坏剧病发症 过了两天 阿姨和小儿子来店里 他精神状态特别不好 我瞥见他小儿子手臂上 带着黑孝章 我愣了 没想到这么快 阿姨告诉我 他的大儿子做手术后 肾衰竭走了 我望着他小儿子 他的脸色隐隐透着灰黑色 我叮嘱他说 你要照顾好阿姨 以前阿姨每天都要来我的店里 聊上几句或买点东西 但自从那天后 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来了 我想他或许因为失去儿子 受了打击 在家里调养吧 终于有一天 阿姨突然来到我的店铺 他颤巍巍的样子 竟然苍老了很多 我惊呆了 他一向强壮 才半个月不见 就恍如过了很多很多年 我还没说话 他就说 小儿子也走了 肚子上长了个大肿瘤 做手术切开了肚子 却还是保不住 也走了 我看着他苍老 却又显得麻木的神情 竟然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安慰他 世上最大的痛苦 莫过于白发人送黑发人 更何况是一个月内 失去两个儿子 从那天起 阿姨就很长时间没来店里 再次见到他 时间已经过了一年多 他还是来和我道别的 他要搬走了 不住这儿了 是特地来看看我 他说给两个儿子看病 现在只剩一套房子了 用来养老 平时他妹妹们也很关照他 我建议他多念佛 以前他很排斥 这一次他竟然没有再排斥 后来他还来店里一两次 和我聊一会儿 我一直劝他吃素 他常悲叹大儿子被截肢 死无全尸 小儿子被剖肠开肚 只是不知道 他想到自己的儿子惨死时 会不会想到那些 被他们切成一段段的鱼 那些剖肚抽肠 还挣扎求生的鱼呢 家族从事水产生意 丈夫短命 贫困交加 两个儿子又异于常人 本来就是福报耗尽的表现 但因为不知道因果 在福报如此微薄的情况下 还去从事杀身职业 每天造下恶业 所以迅速赶招来了恶报 杀身原本就是极其损福报的 福报大的还能撑一段时间 福报微薄者 杀身就是萤火烧身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时候一到 一定受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